记得用 other 里面的话这个是jungle的 那如果说你要上个学期的是用python的那个专案 就是一般的比较基本的 所以一般还是建议你可以循序渐进 如果你要学jungle之前建议你可以先学 把python先学好 因为jungle其实就是一个网页 一个网站嘛 那你一个网站相对的复杂度还是比较多一点 就是说你就不可能只专注在程式部分 所以前面入门课程主要是教你怎么写程式 那这个学期的话 主要就是你把你写的程式再放到网页上面去 也可以让别人跟别人一起互动 可以使用就建一个server 伺服器在那边 那只是说那个难度相对的会比较高 等于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一些东西 那今天的话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 那个edge的部分 这个这个部分我们好像有 其实当然以后记得就专案 里面记得就是new一个 所以你就先 再来就是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application 那我们比如说建一个myapp 你可以这边建一个myapp 然后按ok 那记得把他的名称加进到这边 他有加进来之后的话 在这边一定要把它写进来 他就认得了这个application 应用程式 那再来的话就是views 把你要写的程式写在views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写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年纪edge的一个 define一个edge的一个制定函数 那你会从网址列那边传一个东西过来 那就一个一定叫request 一般习惯的 如果第二个参数叫edge 那这个edge可能就是多少税 那我们就是传过来之后 它是一个字串把它转成整数 再做判断 接着再输出 那url部分的话 主要是这个views跟uil搭配 那uil你就是要加一个什么呢 我的网址里面一定是edge 比如说我的网址后面加一个斜线 拿edge 然后在一个斜线后面的话 就传递一个年纪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跟这边是互相搭配的 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搭配好 那就会出错 最后执行的话 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runs 或者你上面这边也可以 我是觉得按右键这边执行 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 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server给run起来 run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那个 这边一样告诉你 它的IP位置是用localhost 那我们就把这个位置复制之后的话 再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Chrome 习惯用Chrome 把这个网址贴上 那其实你就要比对一下哪些讯息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要的网址 所以这个网址其实就对应什么 对应这个UIL的这一个 所以其实你可以这样比对 这边实际上R指的就是这一串 R有没有 那后面这一串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要加一个H 所以这边加一个AGE 然后再一个斜线之后 意思就是说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数字给我 W的话是一个数字 OK 那这个数字假设是20岁好了 20 那我就 所以特别说 这个东西 UIL指的就是网址 里面你要做什么样的参帝传述 所以应该可以看得懂这个逻辑 所以你只要这个逻辑搞清楚的话 那这样子应该 我想就会比较清楚 应该可以懂懂这个逻辑 就是说我觉得这东西 只要观念清楚以后 你要做什么逻辑的使用 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了 这个时候的话他会做什么呢 他就会丢两个参数给我们 一个是H 一个是20 那谁要去接呢 特别注意哦 接的就一定要透过什么 Views 所以这个UIL有点像我前面的网址 Views是后面的程式啦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这个 因为对于会写的人 其实会蛮简单的 对于初学者 或者对于网页设计 网站的规划 比较没概念的同学 这个就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用那个图示 再来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Enter 这个时候会怎么run 你会发现他会把结果告诉我 它是你输入的年龄是20 那你是7年 那里面的话呢 那里面的话呢 你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变动的 它会根据你输入的年龄 产生你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今天我改了 比如说这边改成60好了 Enter 它会出现状元 这边跟这边会改变 也就是唯有两个地方会改变 那为什么会改变 其实接下来就是 你要去观看 这个的 为什么会改变的原因 其实是跟Views有关 所以Views把它切过来一下 那你会发现我们的Views里面 就是刚刚这一段程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 我把相关的参数丢过来 它的运作情况是这样 第一个 请各位看一下 它这边呼叫Edge Edge UIL就找到之后的话 它就会找到它对应的 所以你UIL里面 有一个叙述告诉它说 如果它指向的是这个网页的话 请你帮我执行这个Edge 这个Edge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Views里面 这个Edge 而且请注意 上面 因为我特别强调 它一定会 from什么呢 from myApp 里面的Views 里面会有一个Edge 实际上也是指这个 这一行一定要去 我们前面写这一行的时候 其实是自动Import 本来这一行 这个Edge我把它拿掉了 假设你写 记得就是说呢 自己要Key一下 我的习惯是自己Key 为什么要自己Key呢 因为它会自己抓到这个Edge之后 你把它这个点两下 它会自己怎么样 帮你Import这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呢 他抓到那个网子之后 再去买App里面的Views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这个Edge 有OK 它就会去利用这个Edge 去帮你做事情 那做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 它把这个传给Request 这个传给Edge 有没有 所以你会慢慢刮胡 刮胡实际上就是 它是用这种方式去传递 OK 传递引数 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要针对这个60去做判断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Edge做什么 把它做逻辑判断 不过特别除以逻辑判断这里 因为它丢过来的东西 这个60会变成这样60 60的自创 因为在URL传递的时候呢 只会传递自创 不会传递那个数字 那数字跟自创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Python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 不过VBA里面没有 VBA里面 反正你传给它自创 它看到要比较的话 它自动帮你转型 但是Python不会帮你转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这边底下有一行 这个东西转型 如果你这个没有做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 它没办法做什么 大于等于小于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一行注解掉的话 那把它save之后 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其实把它再重新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 Type A Type就是指的是资料 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意思是说 你应该要给我是一个数字啊 你怎么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字串呢 一个文字啊 你给我一个文字 那我要怎么去帮你做那个大小的判断呢 就像说你写国字的1234 你说国字1234你要叫人家判 他当然不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只要你看到Type A 而且你会发现哦 他其实还蛮贴心的 他底下还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下面这一行 他说这个东西哦 有没有 他遇到这里的时候 跑到这里的时候 他会出现说 你给我的东西 怪怪的 在这个东西 你给我这个H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四串 可是你要叫我比对 我没办法帮你比对 所以他底下 也有跟你讲 Not the support Between instance of string and integer 就是这一串的意思 所以这里 假设你细部去看 我想你应该 蛮常会看到这些东西 不过各位也不用 因为我们前面 我做的时候 很少看到这东西 主要是我比较会注意到 避开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到这东西 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东西其实就会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你要学的 还要看到这错误 要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最后的结果 你看到那个完整的结果 其实背后都看到很多次这个 只是说我 可能有时候不会特别 把这个东西拍照放上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要知道 原来是什么 tree要把它转成int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这个转型 这样子的话 它底下程式就不会错 并且它会 把逻辑判断完 因为我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60 这边把它save一下 然后这把它重整一下 OK 结果就OK了 所以当然这需要很多时间 坦白讲像Jungle这种课程 你不花时间学习 要真的把它学好还蛮困难的 甚至我 这个难度一定是比VBA还要来的困难太多了 因为VBA它顶多就是一个eSale 秀在eSale 还能秀在哪里 所以很多东西说 老师我想要拿VBA来架设网站 我可以 当然是不行啊 VBA就是弄在eSale里面嘛 那他说 老师那VBA可不可以写成APP 当然也不行啊 VBA用APP 主要原因是因为 VBA它其实很单纯 就是eSale 你如果要用在别的地方 很抱歉不行 Python呢 它是可以很多 多个地方 但是问题 像如果你要做在网页 就要配合Jungle 那如果你要放在别的地方 你可能就要用别的套件 它有别的 可能相关的那个 framework 框架 可以让你去使用 所以 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 Python的基本语言 是我们上学期学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下学期 就是叫Jungle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重点回顾一下 我把这应该讲得很细的啦 这细节其实有些东西 书里面可能也不会讲那么细啦 我主要是针对大家可能 不懂了 因为这东西如果你不懂 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就做出来了 好像 感觉有很多地方都是question 但是我对我们来讲 每个地方都不是question 可是对你们来讲 好像每个地方都是question mark 就奇怪 这都很多问题问题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这些其实 最后的话 他为什么会把结果丢回来到这里 其实就是靠这一行 Return Return的意思是返还 返还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会把结果告诉我 最后你可以用Return一个结果 到网页 HTTP指的是一个通讯协定 这应该没问题 就是像这个网址上面 就是透过HTTP传递 有点像打电话一定要4G 所以最近不是4G都已经499之乱 4G是打电话跟上网 HTTP就是连上网页的一个协定 Respon就是丢一个东西出来 Respon Request是接收 所以其实在网页的世界里面 那个互动一定是 Request是接收 所以这边有个Request Respon是丢 所以他就是弄了一个物件名称 叫HTTP Respon 丢一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是我们那个 Python里面的Print 不过Print是Print到画面 Consult里面而已 下面嘛 那这个是Print到我们的网页里面 所以这一行你会发现 你把它串接完之后丢过来 他看到的结果就OK了 所以你可以把HTTPRespon当成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上学习Print的相同类似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觉得Print HTTPRespon太简单的话 那后面你可能就是要配合所谓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什么Templates 就是我们